歡迎收看二分之一牆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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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梁 怎麼樣 我真心覺得要給妳老婆一個讚 怎麼了嗎 因為她每天出門都打扮得 漂亮亮給足你面子 開玩笑 懷孕的女人是最漂亮的嘛 她那麼漂亮 為什麼妳每次出門都這麼邋遢 還好吧 怎麼那麼 就邋遢不打扮 好 你講我是不是 妳每次出來妳都打扮 妳是女高中生 然後素顏不化妝 頭髮也不吹 妳這叫做女明星的樣子嗎 也不像嘛 怎麼樣 不行嗎 其實 她侮辱我還不噴 聽說妳有照片為止 而且我跟妳講 妳自己鞋子都不換 有換 今天有換好不好 雖然也是舊鞋 妳褲子也不換 雖然都是舊的 但是有換 她看起來就滿舊的 她是故意做舊的 OK 所以說今天我們要來聊說 品味是用錢買不到的好不好 今天我們也請到了三位 她自己聊的 不打扮 也閃閃發亮 會不會是油的發亮 歡迎我們三位女人團代表 歡迎 我們要歡迎我們的習男 好 看你一眼就知道 你看看她們出場的品味 真的大有問題 歡迎我們的聯合國習男出場 歡迎第一組馬 第一家杜麗 奇怪 問題好大 杜麗每次不是穿綠色 就戴綠帽 你看好大 好大 她今天引路成童 看到沒有 這就是她的問題 來歡迎第二組賀少俠跟龍爺 歡迎 沒什麼好聊的 還OK 普通嘛 對 大概就這樣 過得去 第三組 陸桌燕跟高海碩 歡迎她們 好大 是怎麼了 而且她的毛髮有點多 是的 我們看最後一位就是 沒有 今天到此為止了 你還以為品味王嗎 沒有… 最有品味 因為她服裝不好買 歡迎我們哈孝遠 哈哈 等一下 差一點點 等一下 等一下 你不要下來 你再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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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遺憾 要撞到了啦 哇 第一次有人出來是 要這樣子才沒有 我看還蠻迷糊的 好高喔 嗨 哇 這是什麼秀啊 哇 這是什麼招啊 好 有沒有說你們處去外面了 然後你的另外一半 才跟妳說 我覺得妳今天穿的衣服不好看 有 有一次我上完國標課 就剛運動完嘛 然後我就穿了那種 很舒服的瑜伽褲 寬褲管的這樣 然後就走在路上 人家也覺得 走在東區 然後我男朋友就一直跟我講 看這邊 這件褲子好不好看 我覺得那件也滿好看 一直要幫我買褲子喔 我想說哇 妳今天怎麼對我這麼好 要給我製妝費喔 結果後來 我就說不用啦 不用啦 我最近真的衣服夠了 不要再買了 他就說 沒有 背頭髮 妳有時候男朋友問妳 妳有時候男朋友問妳說 這個好不好要不要買 真的嗎 真的 因為妳常說不要 不用 不用 真的 我也覺得 可是我覺得 女生也會這樣子啊 不會早說 比方說夏天的時候嘛 我覺得夏天很熱 我很不想穿很多衣服 妳就穿可能短褲 T恤 拖鞋 就出門 那有一次我就跟 我的一個女友 晚上出去吃飯 但是也沒有很高級的餐 有一般般 然後我們一起出去 然後我們正在吃飯 她說 其實我覺得妳今天穿得滿好看的 只是 我想說 為什麼不早一點說呢 這樣子吃飯氣氛都美了 我也有以前在澳洲打工的時候 跟她一樣的經驗 我已經 因為那天我跟女朋友都休假 然後我已經訂好了 很好 比較高級的餐廳 然後我跟她說 今天晚上我們 吃好美食吧 在不錯的餐廳吃飯吧 然後到時候 那個餐廳門口見面的時候 女朋友穿那個涼鞋 然後T恤跟短褲 然後我 我真的勉強進去餐廳 然後不想要看 那個服務員的眼鏡 然後有點丟臉吧 然後我們坐位置以後 女朋友跟我說 妳為什麼沒有早一點告訴我 今天在這麼好的餐廳吃飯 如果我早一點知道的話 不會這樣傳吧 可是我也沒有錯事情 我已經跟她說了 今天不錯的餐廳吃飯吧 是不是妳每次跟女朋友說 所以我們今天去不錯的餐廳 吃飯其實都是路邊攤 都是很夕雜誌的 都是很夕雜誌的 真的是好 沒有 你要說 其實我覺得不錯的餐廳 跟正式的餐廳是差很多的 不錯的餐廳 你可能是食物不錯吃啊 並不代表衣服要穿得很正式 可是 對 我可以解釋 因為對男生來說 如果我定位了很好的餐廳的話 不要那麼仔細說明吧 我今天的餐廳是那個 一個是那個一千塊的 很貴的那個食物啦 這麼不要那麼仔細說明 她的餐廳不用講得那麼詳細吧 可是我覺得 女生不跟男生講很過分 我們男生不跟女生講 是有苦衷的 什麼意思 真的… 因為比如說你們 哪有這回事 真的 你假如在家裡 看到我穿得不夠 你覺得不夠好 你就說你去換一個 我們很快 我們五分鐘就換好 可以出門 可是女生你換一個衣服 像之前 之前我帶我前女友 去跟我姐吃飯 第一次跟我姐吃飯 然後她就在家裡弄好久 化全裝 還戴那個假睫毛 然後就穿一個小短裙 然後穿高跟鞋 那其實因為見 不管怎麼樣你見家人嘛 那雖然不是我媽 可是因為是我姐 然後第一次吃飯 那很重視你姐啊 很重視你姐啊 可是你跟家人吃飯 最好不要穿太短的短裙吧 那你為什麼不跟她說 對不對 對 我為什麼不跟她說 因為她在家已經弄了 一個半鐘頭了 我還要跟她說嗎 我跟你講 有的時候真的 因為已經來不及了 她還在那邊 這個好看 她也是這個好看 這個好看 趕快出門了吧 因為你到門口 到玄關 她穿鞋子 你一看 這根本不搭嘛 對 但是你不敢講 你不能講 不能講 因為你已經要遲到了 你弄又要在一個鐘頭 不是 我覺得那是你的錯 因為你沒跟她講說 裙子要長一點 如果裙子要長一點 就不會用到一個半鐘頭 你錯了… 你跟她說她裙子很閃 她要去搭配另外一個唇子 對不對 對 那我搭配這個唇子 然後穿這麼長的衣服不好看 我就是要 那我要換哪一條啊 先看一下 對 然後抓我才重新再弄 而且我穿這個 我頭髮有點不適合對不對 那應該是要給她綁起來 會不會比較好看 好不好 好 戴在家裡好不好 這個不就是你最希望的結果 我之前交過一個女朋友 就是她每次化妝要兩個小時 日本人吧 對 日本人 對 然後我們只是看個電影而已喔 然後就是好像裝了酒店小姐一樣 這樣子 然後屁股那個… 滿幸福的… 沒有…我看是別人OK 我自己也不要這樣 對…然後就是屁股肉肉的那種 那個… 沒有 那個線條都出來了 那這種 這種很性感耶 對 只是說好啊 對啊 她身材好嗎 如果說 變得穿越遠車了 對啊 故意說要讓她們激怒罰耶 可是我不想要激怒罰 沒有人排隊 但是在售票口 太有面子 可是我老公就不會等我耶 我很少讓我老公等 我通常我如果要自己要化妝 我要弄的時候 我就會提前兩個小時 自己先起來化 妳到底敢在你們家做什麼 什麼東西 對 我就會提早 所以我提早 她就沒有理由說我嘛 她就不會唸我 但是她會 以前啦 我承認她會唸我說 因為她不喜歡我化妝 她覺得女生就是淡淡的就好 素素的就好 對 然後但她現在也管很多 她不喜歡 她不能接受我穿寬鬆的大T恤 對 連大T恤都不能喔 因為不能露出妳的身材的意思 就是沒有看不出妳的線條 不是 因為有一次呢 我就小孩子的圓遊會嘛 然後小孩子不是要畫圖 然後我也沒有想那麼多 因為就很輕鬆嘛 我就穿大T恤 牛仔褲 就這樣就出門啦 我覺得這樣子是很輕鬆的 然後我就陪我兒子畫 當然你第一個反應你一定是 看她在畫什麼 你一定是彎腰下去對不對 對 然後我一彎腰下去 我就幫她弄… 然後弄很久之後我起來 我就 然後就很生氣 怕中風了 對 我好夠中風了 我好夠一直說 妳哭 然後就一直叫我把衣服拉好 因為她說 我都看到妳的肚臍眼了 太多了 因為她是 妳看到肚臍眼喔 我穿鞋尖的 所以我只要一彎下去 它就是直接整個 這邊全部都是空的 全部都是空的 然後就很多 後來我一抬起來 這組是妳多加的吧 真的啦 所以我老公就覺得很丟臉 因為他覺得被這麼多爸爸看到 對 大家都是在看妳 我會覺得我的老婆啊 妳幹嘛這樣啊 沒有… 是好事啊 可以給別的爸爸看嗎 當然啊 真的假的 他們會覺得妳的老婆好正喔 好羨慕妳 因為看得到吃不到 對啊 可是我自己覺得我就是 是我自己給我自己看就好 不要給其他人看喔 你為什麼今天要學小蘭哥的頭髮 是嗎 你想嗎 因為我就想要當他 我覺得他很帥啊 今天學他頭髮 你真的跟… 是一個是多加的 女生為什麼男生沒有早說 是因為一開始他們站起來 就看起來還OK啊 就漂亮還OK 可是可能要撿東西要彎下去 可能短裙露 全部露屁股 還是胸部都露了 還是他們坐下去要翹腳 你先這樣子講 我們常常有看到 肚立露骨骼啊 對啊 骨骼啊 但是這個也就怪我 妳怎麼把他撿出來 我的意思是女生露那種東西 男生會覺得有一點就是 給其他人看 可是還有那種平口 沒有件帶的那個衣服 之前我之前女朋友 她不小心 可能就越來越低越低 突然就是 對 他沒有穿內衣在裡面 對 他有穿內衣 可是那種一樣的 所以全部都可能就掉了 因為他真的是 所以請問你應該要早一點提醒他 對 可是那時候其實是我後來 他其實直接跟我說 然後我就說 因為我不在 之後他跟我說 我聽說那個說 那不要再穿那種平口衣服 我覺得很 就是會有一點怪怪吧 他一直講平口啊 是因為沒有什麼阻礙 所以他就一直往下滑 就一直會滑到下面是不是 沒有 沒有 沒有阻礙的比較不會滑 那對啦 對啊 所以如果有阻礙 可能他慢慢的就會倒下去 這個還好 因為我在美國看到一些老的女生 她也是這樣子穿 很老 最後她都是摟到她的 就是一直掉下來 一直到這邊 這種真的有 在美國 平口聲音變成短跡 你最喜歡看那種了對不對 沒有 很喜歡 那肖翔 你可以接受你的朋友 穿最露 露到哪兒 Hot pants 就是牛仔短褲 很短 Daisy Dukes 還是會折住屁股啦 但是 對 我有看過那種牛仔短褲 但是下面的那個屁股肉跑出來 那種很酷 那可以接受嗎 可能坐下來的時候會露一點點 然後上面只是一個小可愛這種東西 我覺得很OK啊 沒問題 哇 嘴巴好開放喔 好開放 真的 那高海碩呢 我的條件比較高 我比較飽受 包到這裡 大概這裡 這裡 高一點要高一點 其實我心裡的希望是我女朋友 那個冬天 夏天 夏天 那個秋天 那四個 四個吧 然後 每天穿 長褲跟長衣服 不長衣服 這是我心裡希望的 以前我 交過一個女朋友的時候 我跟她一起去打妝球 可是還有其他的男生吧 可是他們 他們是不太很熟的男生 然後我們一起去打妝球的時候 因為女生 那天她穿比較性感 到這裡低的衣服 然後打妝球的時候應該 女生要這樣吧 這樣就很容易看到 重要的部分 對... 重要的部分 所以 我覺得我最討厭女生 穿一個boyfriend look 出門 對 像我之前 那個穿的在家裡很好看 穿一個很大的那個 我的襯衫 或者是穿我的那個帽T 在家裡 你知道假如兩個人在沙發上 然後再配杜力的內褲 沒有 可是我之前有個女朋友 她真的直接穿我的大的帽T 出門你知道嗎 所以她可以差不多包到大腿中間 但她長得也不矮 可是她裡面 她就直接穿個內褲 她就這樣出門的 你知道嗎 所以出門 我又很討厭妳說出門 妳如果說很性感我OK 可是妳就會一直拉 掉下來然後一直拉 然後掉下來一直拉 然後屁股又快露出來 妳如果屁股像剛剛少俠說的 妳有穿一個褲子 很性感那樣OK 可是這樣子我就覺得 妳一下一直拉 然後又整個內褲露出來 我就覺得很不好看 女生出門妳們最害怕 她們打扮什麼樣子 妳要不要講出來 讓大家知道以後是妳們 具體的 對 具體 我自己最怕的是 女生穿那種 鬆的 鬆的 有一些牛仔褲是很合身 就是屁股會圓圓的很好看 但是有一些 這個難看 等一下 劉元春喜歡穿這一種嗎 今天就穿這一種不是嗎 這個不是 現在滿街都是穿這個嗎 現在超級難看 牛仔褲 牛仔褲一定要合身 牛仔褲鬆鬆的話 臉很翹很好看的屁股 都會變得很難看 那我之前有一個女友 她所有的短褲都是這種的 然後我一直跟她說 真的很醜 她一直 你不懂風格 你不懂時尚啊 那我 最後帶她跟一個 我的一個男生朋友見面 那個男生朋友也有一樣的看法 我們兩個一起說服她 她才覺得 好 我要買正常的一個短褲 你們兩個男生 當街這樣講她 那個女的OK嗎 她當然覺得很尷尬 但是她還是覺得 原來我以為你們男生 會喜歡這種東西 而且我們男生真的會不喜歡 這樣很過分 但是我覺得 因為我單純覺得 可能那褲子太長而已 因為少俠喜歡你 她穿很短很濃 不… 是後面那種鬆鬆的 就是整個 然後高腰就是 好像尿布一樣的感覺